乌克兰东部巴赫姆特 乌军士兵开着坦克车 不时停下来注意敌军动向 阻止更多俄军攻击其他地方 哈尔克副官员表示 周四俄军发射S300火箭炮攻击当地 一座空仓库完全被移为平地 只剩废墟 但恐怕有其他基础建设在遭破坏 匈牙利不再坚持后 欧盟终于通过泽伦斯基请求 尽快援助乌克兰的180亿欧元法案 帮助乌克兰尽快重建基础建设 美国则宣布将在德国 扩大对乌克兰军事人员的训练 最多每个月训练500位乌军士兵 西方也持续打击俄罗斯 欧盟预料将通过第九波制裁 美国则冻结俄罗斯寡头波塔宁的投资控股集团 限制普京的战争资金来源 尽管普京亲口承认 2022年俄国GDP恐怕衰退2.5% 但比原先预测的2.91% 在美俄国经济越受打压越坚强 也表示将增加天然气出口到中国大陆 借此抵抗西方制裁 TVBS新闻综合报道 请支持TVBS国际Plus全新频道 让您扩大视野 掌握趋势接轨全世界 恳请订阅开启小铃铛